直接把它写在本子里 阅读复习没有必要 跟着读一遍出来 这个超级秘密 记快了又可以提升英语的方式 如何通过美剧轻松的学英语 我初中是特长生 拿过全国英语竞赛一等奖 然后雅思考了8分 那看美剧学英文的第一点呢 也是很多人常常会忽略的 那就是准备一个收集本子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 那看美剧学英文看就行了 但其实不是的 就是我们在轻松的同时呢 我们需要一个本子来做一些笔记 那我个人一直用的呢 都是一个A5的本子 就比较薄的一种 甚至没有这一本那么厚 就薄薄的比较好携带了 具体怎么再抄呢 我一会儿还会跟大家讲 但是我先和大家说一个 基本的格式的问题啊 就很多人他会纠结 OK我做一个美剧的笔记 像读书笔记的话 那要记得多详细 是不是要记个日期啊 然后美剧是什么啊 记个时间啊 然后在具体的句子中英文都写上去呢 但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是你把这件事情 变得过于复杂的话 反而很难去进行了 那我个人会做的事情呢 就只是会把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整一条句子 或者是一个固定的搭配 甚至是一些我就有好用的单词 直接把它写在本子里 然后我每天就会随机翻看一页 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阅读复习 接下来我就和大家说一下 详细的收集方法 那就说到我们的第二点了 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 那当然学英语呢 是有分很多不同的一些目标 比如说准备中考 准备高考 准备雅思和出国留学 都是有一点不同的内容和方向的 那今天呢 我主要分成两个不同的目的 首先第一个是考试的目的 大概就是大学之前嘛 主要是增加词汇量啊 提高阅读和写作这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大学之后考雅思啊 或者为了生活啊 日常对话 这么一个英语的学习 那可能就是更在注重地道啊 文化啊 和一些神态交流的内容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听一下 怎样做笔记会比较好一点 在考试阶段提升我们英语最核心的一点 就是提高词汇量 所以我在收集的时候呢 我会比较在意我个人喜欢的单词 或者我接下来觉得有用的 甚至是有一些我知道的 但是没有那么熟悉的单词 我都会把它记下来 比如说我喜欢 distraction, eliminate和alerts 这三个单词 那我直接把它写进来 那后期复习的话呢 如果我不懂 我会再查一次中文 强迫自己要把它记下来 下一点呢 就是记录一些句式了 比如说 that is a simple reason that 那以后我的写作可能用一下 下一点呢 就是记下一些固定的单词搭配 像那就有to,of,for这种 比如像file victim to 这种你是没有办法 后期自己编出来的 那以上这三点呢 对考试会比较用 那大家在记录的时候记得哦 就是不要找那种自己可能 未来一年都不会用伤的 就像如果看生活大爆炸 它有时候有一些句是 就是你听都听不懂的话 那这种就不要记了 因为这个太深了 就不用考虑 或者有一些就是太简单了 那种就也没有必要去记它了 就找自己半年一年内 会用得上的一些就好了 那下一部分呢 就是以生活为目的的英语 像学雅思啊 准备留学 或者日常英文交流的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注意哪一些呢 首先第一个 肯定是一些地道的表达 那可以表达愤怒快乐 或者一种状态的 我觉得都是蛮有意思的 比如像are you kidding me 这种表达 在课本里呢 就比较少一点有 那现在我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我在剧里 有一些比较有趣的表达 那我都会不由自主的跟着读一遍出来 就想增强一下这个记忆 那下一点呢 就是锻炼一个听力嘛 这个其实比较有趣一点 就是你把这个剧的倍数增加就好了 那像我出国之前 我是把TED和所有美剧 都调成二倍数以上 那在这样的锻炼之下呢 我雅思听力是拿了满分的 然后出国之后呢 听课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下一点呢 也是我出国后才误导的 但是我发现这个 对我初中和高中学英文 都非常有帮助的 就是去了解西方文化它的一个文化内涵 包括它的一个历史啊 民主制度啊 它社会结构 其实对你对文章的一些理解啊 听力的帮助都是有的 特别是我出国之后 就是对西方人行为的一些理解 和他们社会文化的一个解剖吧 都是有了非常多的帮助 所以说大家有时候看美剧的话 除了这种英语单词 英语词汇之外 有一些有趣的文化历史啊 或者一些什么民主制度 你有时候也可以简单记录一下 去做一个文化的学习 另外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个超级秘密 就是超级偷懒 但是又可以提升你语感和英语的一个方法技巧啊 就是时时刻刻佛系看美剧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只要你是不是做作业的时候 你就播着这个美剧 你可以收拾家里的时候看着美剧 坐车的时候看着美剧 吃饭的时候看着美剧 只要你时时刻刻都在听 把自己放入这么一个环境之中 相信我你的语感真的会越来越好 我基本上初中开始就没有学语法了 全都是因为我一直在刷这些美剧 然后去培养我一个个人的语感了 所以呢这个技巧大家一定要记住 大家没有和我一样好奇心特别强 就算是在认真学习 追剧追起来也是完全停不下来 而干皮的我平时熬夜的话呢 很容易有黑眼圈和干纹 为了改善眼部这些问题 我做功课看了很多的眼霜 最终选择了亚顿的Ace眼霜 Ace这个名字来源于综艺里的王者 如它的名字一样 里面的成分算是行业标杆了 其中A代表的是里面有顶配的抗皱成分A唇 可以有效的淡化眼周围的细纹 CE是帮助皮肤锁水保湿的重要成分神经鲜胺 同时还有烟鲜胺复合物 帮助熬夜挡 淡化黑眼圈改善暗沉 因为A唇要闭光使用 所以我一般都是晚上用完爽肤水后用一泵 这个眼霜的质地我非常喜欢 它是淡粉色的乳霜质地 而且延展性很好 涂抹的时候不会拉扯到眼周围敏感的皮肤 这款眼霜吸收蛮快的 不粘也不刺激 加上微囊技术 可以让成分更好地渗透到眼部肌肤的底层 还可以持续释放功效 配合真空按压包装 不用担心A唇开封后容易失活的问题 每次都可以定量使用 这样可以更好地带化眼纹 可以看到我用之前黑色素的沉淀会比较严重 也有一些干纹像这里 使用后就得到了改善 非常适合晚上要写作业 干论纹刷美剧的小伙伴们 最近亚顿旗舰店有活动 入会有大礼包哦 详情可以看评论置顶 最后我再和大家列几个非常重要的tips 首先第一点就是重复播看 你最最最喜欢的那个剧 就有时候我们会探索性的 看一些不同的剧嘛 但是总有那个 就是你看多少遍都不会厌的那种 因为像我非常喜欢 《收获大爆炸》 《权力游戏》这种 我多刷两三遍 我都会觉得非常快乐 那种就是最适合你用来学英语了 这样你可以把娱乐和学习相结合 第一遍的时候呢 主要就是娱乐第二遍的时候 就进入一个深度学习 然后你在做笔记的过程中 你可以暂停啊 重复看啊 重复练习来达到一个 既快乐又可以提升英语的方式 那最后最后一点呢 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英语水平 去选一个至少能听得懂50%的美剧 如果你是英语的初学者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找一些儿童节目 因为其实他们非常有趣的 那如果你是比较境界一点呢 你也可以看一些比较日常生活 这一个年代的一些日常剧 像Friends啊 Modern Family这种 或者如果你是英语相对好一点 你可以挑战一下自己 看《生活大爆炸》 或者一些文学类作品的那种剧情 而且找剧尽量找那种表达清晰的 在没有字幕的情况下看剧呢 会比你看着字幕看着中文翻译 会有效许多 大家可以第一遍带着字幕看 然后第二遍就是存自己听 然后有什么时候看不懂的时候 再偷偷瞄眼那个字幕 那这就是本期的视频啦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你学英语是为了考试 还是为了生活呢 请在弹幕或者在评论里和我分享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